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MUNFAY TV 現在我們來到什麼 尖沙咀的某酒店的館室 無故來這裡做什麼 什麼呢 拉遠一點點 看一看這字 就知道我們今天是想怎樣的 第五集的變形金剛 就是the last flight 我們今天說話這麼斯文 或者可以拍攝後面現在什麼情況 聲音導航 本身這次就是這個鞋子寶 和達卡拉托米 有關於接下來 Transformer第五集的玩具發佈會 本身有兩個旗艦級的產品會推出 阿迪麻煩你移過去今天的主角 主角先 其實今次這隻 其實不是主角 這個就是Masterpiece的Bumber B 參考第一集的造型 現在這個是第五集的造型 聽說有合金的功能呢? 為了我補充一點 本身其實今次會是用這個Masterpiece的方法 推出的 亦都會忠實地重現這個雪佛龍的車型 和由第一集變形金剛Bumber B的造型 當然現在Existing這個是一個示板 你未必會見到它一些Gimmick 亦都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它的右手可以轉做炮 另外本身這個戰鬥形態的面具也會包起來 對 像是可以拉下來變成忍者面罩 沒錯 其實今天介紹的重點不多 最主要是有兩個產品 Bumber B本身是其中一個 現在大家可以留意它的細節 雖然今次是一個100%出廠的版本 但其實完成度已經很高 希望可以快點玩到 好像說第一波的產品是3月就出來了 是啊 不過第三月就應該出了 之前那些美版的Votor 那些普通的Cupso Ladercast 這個完成度非常之高 我想Masterpiece 也要等待 不如我們去回今次 真的是真正真正正的主角 第四集出現了一個走路紋 而今集一隻 就聽說是在太空漂浮的紋 太空漂浮 或者我再說一遍 其實你見這個版本 有機會是亞洲限定 很厲害 好想我有聽書 變成沒有說錯 這個叫Shirtle Spark 聽聞這個盒子是重新設計的 可以揭開裡面去看清楚那隻模型 大家最驗屍的朋友 即是說我 即是說我 即是說你 不過本身想說多一點 其實 看上去我暫時沒有發覺 它和之前的 第四代的Operman 有多大分別 而今次似乎也純粹是 將這個原本的版本轉色 大家其實看到本身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在顏色方面 你們看不見 看上去看 這些是這個 這一盒 黑紋 不是 就是黑紋 除了看上去 其實跟黑紋 有些類似之外 其實你看得到 本身的盒色 有很多 戰損及 舊化 其實 剛才看TRAILER 看到Operman 不知今集他會否刻化他 其實在這支描述文哥也沒有特別鑽色 也是用他原本的 他剛才所說是在太空飄浮了一大輪殘養 其實殘養只不過是再將顏色再溝淡接近灰 再做少許類似法霧狀的東西 所以你說宇宙飄浮 我真的無法聯想跟這支描述有多大的關係 OK 這次就是這兩件新的手法 這次是選了香港的手法的地點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留意我們玩具TV或者Toys Daily 好 OK 我們再跟大家說一新拜拜 拜拜 再见